野菇 肉絲 地瓜泥 桌上一整排食材 夾著媽媽洗腥烹調 要把精緻料理端上桌 參加今天在竹北市農會舉辦的 創新米食行銷盛會 那這一次我們辦這個米食的 在地食材的一個創新活動 就是把今年度在米食的方面 一個成果能夠展現給各位觀眾來參觀 竹北市盛產桃園三號香米 還有台耿九號是蠔米的故鄉 現場也烹調泰國米跟越南米 讓大家來比較 吃出在地蠔米的香 Q 黏 還請當地七百多位家政媽媽 做出一系列的創意米食 大力行銷竹北米 那竹北其實我們台灣三號這個品種 一直以來就是連續得獎 我們可以得到好的一個品質 它的Q度也好 在它的那個完整度也好 還有它的晶瑩剔透度也好 其實都可以透過我們 後續的一個碾字 和這個貨字 那可以呈現一個蠔米 四色混搭的有色飯糰 結合白米紫米紅龍果 還有薑黃製作而成 不僅外型淘氣也健康養生 還有層層堆疊色彩繽紛的米蛋糕 點心系列色彩漸層繽紛的米薑奶酪 還有米披薩月亮米蝦餅 而創新米料理也間接帶動 地產地銷的概念 我想這個家政班真的非常的巧手 又能幹 那在我們餐廳主廚的指導之下 做出一道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這個米食料理 不僅好吃好看 真的是很有創意很特別 希望能夠結合我們的在地生產 在地消費 把在地生產的米食 可以好好的推廣 給我們國內的消費者來享用 從產地到餐桌 好食材烹出好佳肴 行銷在地農產也為食安把關 未來要研發出更多創新米料理 把在地好食材推廣出去